ET Today民調雲所做的一份民調 它的有效樣本有9526份 最近有人質疑 這個樣本數太小的民調不準 1068份不準 9526份會不會比較準一點 那這一個總統選舉支持度 它不是做對比式 它是說這些人都有意要參選 總統的話 你分別會如何的 把你心中意象表達出來 可以看得出來這個民調當中 最多人支持的還是柯文哲 不過只有20.6% 支持韓國瑜18.4% 支持朱立倫是16.3% 支持蔡英文是16% 支持賴清德只有7.8% 這個數字倒是讓大家有一點點意外 因為民進黨內部一直有一個聲音 就是賴清德比較強 所以如果是賴清德出來的話 也許立委可以選得比較好 不過這個民調看出來 蔡英文跟賴清德比起來 蔡英文仍然是領先非常的多 王毅民是3.9 馬英九是3.1 張善政是3.1 吳敦義只有1% 然後如果把蘇貞昌也放進去 也有0.5%的人支持他 另外張打中是0.1% 我們看到這是目前有可能會選的候選人 被拿出來在同一個平台上面比較 柯文哲還是領先的 所以這段期間以來 蔡英文不斷的打韓國瑜 要邊緣化柯文哲的策略 好像沒有完全的成功 因為柯文哲仍然是聲量算滿高的 俊哲 現在民進黨打韓國瑜或打柯文哲 好像都是幫助這兩個人 我應該是這麼說 我認為如果柯文哲要選 恐怕在這個國民黨的氛圍之下 恐怕韓國瑜還是出現的機會 會非常高 因為剛剛看到前面的民調來講 無論柯文哲在什麼狀態之下 其實民調都還是有一定的支持度 所以民進黨第一階段的策略 應該先把柯文哲打掉 因為把柯文哲打掉 就等於把韓國瑜打掉 因為沒有了柯文哲 韓國瑜就不用選 其實這是互相炒作議題聲量的問題 民進黨我倒是認為 不要既然是執政者 不要說用一些戰術 然後好像是表面上贏了一些 但實際上 剛剛我看到很多民眾來分析是說 你們好像這樣執政的氣度 是不足的 我必須講這有點像 北風跟太陽的故事 我們如果今天要讓這個人 把衣服脫下來 是不是溫暖的 這種感覺會更好 結果我們剛剛一直在提說 如果今天高雄 大家都知道這個財政的問題很多 可能要建設 大家對這個市長也有信心 我們必須要面對九合一選舉 大家已經決定要讓韓國瑜 當高雄市長 我們是不是就能夠 用另外一個角度 我們去幫助他 你可以試想一下 如果今天民進黨 給韓國瑜很多的預算 來建設高雄的話 如果今天韓國瑜 因此還離開去選總統 這個正當性是越來越不足 你如果不斷的去攻擊韓國瑜說 你今天哪裡不行 哪裡不行 用酸的方式 好像要意識他去執政 但我覺得這似乎是沒有什麼 很大的幫助 我跟邵廷其實都是 最基層的民意代表 其實最基層民意代表 大家最重視的是什麼 你不斷的去跑 去挺聽民意 讓他感覺得到 我看剛剛大部分的民意都是覺得 韓國瑜很認真 他到處都去跑 能夠行程也好 然後行銷也好 大家都心疼說他的身體 可能因此會累倒 我想這就是大家 大部分民眾的心態 你如果在這情況之下 還去酸他 那不就是造就韓國瑜嗎 所以這樣的一個體系 這樣的態勢 我想民進黨可以重新調整 自己的態度 我想既然是執政黨 現在也還在執政 那麼長的時間 只要調整還是夠時間的 不過你現在這個意見 感覺不像是現在民進黨的 主流路線 他比較適合當發言人 不是 他是非 你們要為國舉財了嗎 他是非主流 你當選議員有幾屆 第五屆 四屆 五屆 所以他很資深的議員 不過他的言論是 明顯的非主流 所以你的意思說 他當了五屆立委 還能掛民進黨的牌子選 還沒被開除 是非常不容易的 而且我非常的佩服 我都撐不了四屆 你知道嗎 你都撐不了四屆 他還能撐五屆 不過對這個民調 我的看法跟你不一樣 你是很驚訝 很訝異 柯文哲最高 不對 為什麼韓國瑜沒有最高 這我覺得很訝異 不是 這個民調 是柯文哲出奇的低 因為為什麼 因為你看 你的解讀是柯文哲很低 如果你把韓國瑜 跟朱立倫加起來多少 34 跟我們第一開場白分 為什麼韓國瑜跟朱立倫可以上加 還有你把蔡總統跟賴清德 加起來多少 24 是很接近 跟我們開始蘋果四星的民調 非常接近 只有跟那個不接近的 是柯文哲 柯文哲有30幾 他現在20 那10幾從什麼地方來 還是這後面的通通都想投給 柯文哲 不對 那個沒有意見的8 都是柯文哲的嗎 不對 還有會給王金平 或給馬英九 或給三三政 吳東義的 絕對不會給柯文哲 所以這個民調 我覺得柯文哲都10幾% 哪裡去了 我覺得才奇怪 所以覺得這個民調 他應該是不能複選的 這個民調 對 不能複選的 對 不能複選 所以我講的才有道理 所以藍的兩個加起來 綠的兩個加起來 充分反映 目前藍綠的基本盤 照這個藍綠的基本盤 其實藍就已經是大於綠 那當然 而且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大於 所以我一直說 國民黨不用緊張 國民黨已經有正常出選出來 為什麼現在已經考成一團了 一定會當選的 就是因為不用選 但是你要回答我一個問題 到底柯文哲是這個的20.6 還是蘋果的30幾 到底哪一個對 我覺得這個民調因為太多人了 你接受民調 頭上都閃了 已經閃了 他不知道怎麼答了 而且他可能柯文哲 譬如說念在比較後面 他根本聽到後面都已經忘記前面 前面念完前面忘記後面的人名 我覺得是會有一點 所以這個民調可能是調查方法 有問題 我不同意 當有這麼多的名字 講給受訪人的話 對柯文哲是有利的 因為聽起來很幸運 因為這些人到家的名字 都可以叫得出來 所以他不會因為你講到後面 他就會忘記前面 所以這應該是他能夠 某種程度反映 從這個民調裡面 我覺得對蘭的這個部分 他們都對一般選民的 那個政治認識度的 那個信心好高 韓國瑜該不該前進總統府 這件事情 大家還是很糾結 好像中央卡他 不去總統府 沒辦法解決一些 結構性的問題 但是又非常希望 韓國瑜能夠繼續留在高雄 因為高雄等了好久 才有這麼樣子的一個市長 這個問題會一直糾結 糾結 到國民黨的人選出來嗎 我覺得就是說 我們沒有人比較土地 然後我覺得人情味非常的重 結果換到台北 大概也如果柯文哲生病 我看沒有幾個台北市民說 好心疼 佩奇趕快去竹筋 我看市長好可憐 我覺得他們那個好溫暖 那個人情味好強 他們就是說高雄市民 每個都這麼說 已經把韓國瑜當作家人了 家人了 然後那種停就是說 我們就是停這個 韓國瑜把我們消停 我們就把它停到底 我覺得就是有這種 那個氣味在裡面 那個氣味在裡面 那這就是南部人的那種感覺 所以如果說 今天韓國瑜決定要選的話 當然我覺得高雄 不管他今天糾不糾結 我一定是挺韓國瑜 但問題是說對韓國瑜來講 他很難主動去開這個口說 我要來選總統 你們肥不爽 你這個中央這樣子給我搞 我要來選總統 這句話也說不出口 是不是 而且武敦一鬆口 要徵召韓國瑜也是一個選項 所以除非今天 吳敦一四月份的時候 不宣布初選辦法了 宣布徵召辦法 不然呢 因為如果你四月宣布的是 初選辦法 馬上就有兩個人以上的人 去登記要初選 你初選就走下去 你一旦走下去 你說你初選不算 我們現在還是要韓國瑜 那就更難了 而且你韓國瑜的個性 你說叫韓國瑜 現在國民黨已經有一個人 初選要過了 然後你韓國瑜出來說 我 我覺得韓國瑜 真的也做不出這種事 所以除非 所以不是六 七月 是四月 除非四月 吳敦一沒有宣布初選辦法 宣布的是徵召辦法 那就很趕 時間上就很 其實還滿趕的 如果吳敦一出口說 宣布徵召召辦法 那就是徵召韓國瑜 難道還會徵召別人嗎 對 當然不會這樣做 不過我不同意立文的講法 立文是中部人 我不是中部男人 你是雲林自己在台中 我是去那邊 雲林也是算 我在雲林出席 我在台南住 南部人 他雲林大長在台北做堂貝 我是台南人20年 我台北住32年 所以我倫東在 我在台南住到國中二年 所以你剛才說 南部人會感動 說你這麼不辛苦 這麼老老老老老老老 說不敢 說這樣不敢 這個好像是南部人 南部人的特質 是南部人的人群位 我不同意 我跟你講 台北人 你一生不一樣 我跟你講 台北人有超過一半 是中南部人 你看那個重大節慶的時候 一個城差不多空了 他不會說從中南部來打招招招 他的人群位就沒有了 我告訴你 柯P也一天到晚吹牛 說他七點就來上班 然後嗡嗡嗡嗡嗡嗡打招招招 但是 但是南部人群位 還是有比北部重一點 台北人看柯P的所謂 很認真 跟高雄能看韓國瑜的 很認真 有一樣嗎 沒有 我跟你講今天如果 韓國瑜來台北 同樣的表現的話 台北人同樣覺得不捨 柯P是分架鬼 是不是 你說你是說的 他一天到晚吹 林昂威 威仙 說人 說歉 韓國瑜是這樣嗎 不是 有 我很多台北的朋友 就已經對他很不捨了 柯P的本分扮演得非常地重 唱職